美国当地时间11月7日,在经过一系列激烈角逐与川普的各项搞笑操作下,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跳述目前是胜出,最终还要等待国会官宣。 他的妻子吉尔拜登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夫妻二人,在家重挤着一张海报,上面写着博士与副总统居住于此,而吉尔用右手挡住了副,暗示拜登从副走向正,并将这份喜悦表达的低调而内敛。 吉尔拜登,因为充满魅力的女性,也是一位妥妥的学霸,与其他第一夫人不同的是,她不甘于做一个全职家庭主妇,一心只做教书将。 她从很小的时候,就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目标,要有自己的收入,身份和职业生涯。 所以作为教育学博士的她,即便即将成为第一夫人,也没忘记自己从事了三十余年的教育行业。 她喜欢别人称呼她为拜登博士,在读博期间,她也从不尽用拜登的名义走捷径。 而指向期间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,她是拜登的夫人。 不仅如此,她还是拜登的前内处,在大选期间,多次为拜登演讲,拉选票,参加募捐活动。 紧紧扮演着支持和决策咨询人的角色,结婚43年,一直是美国有名的模范夫妻。 这就是美国的第一夫人,睿智而独立,既有思想又有深度,更重要的是不忘初心,不赢地位高低而放弃心中热爱。 第一夫人如此,你还准备当条咸鱼吗?